什么时候有空啊 把结婚证领了 着什么急啊 你放心 我这次答应你之后啊 绝不反悔 我跟定你了 吃水果啦 看我切得多细致啊 大爷 好 好不好吃 嗯对了 什么时候有空啊 把结婚证领了 着什么急啊 你放心 我这次答应你之后啊 绝不反悔 我跟定你了 大气 这才向我石天明的女人说的话 对了 但是我想着吧 婚礼咱们先不着急办 我有个想法 等我姐把墨轩找回来之后呢 咱们四个人一起办婚礼 我姐当年跟墨轩结婚的时候啊 只是偷偷领了一个证 可是哪个女人对婚礼都是有很大的梦想的 她就是因为我 这个梦想一直都没有实现 我们现在补偿她还来得及啊 我们还可以在姐妹寿那里 举办一个露天又浪漫又环保的婚礼 多有意义啊 我父亲真聪明 当然了 可惜啊 莫轩倒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还有啊 我听我姐说 蒋总还是不肯放手 前段日子 居然还买了个钻戒去跟我姐求婚 夸张吧 那个钻戒啊 可比你送我的大多了 鸽子单那么大 我说你姐啊 都已经跟她分手了 那个老浑的还死缠烂的 真不要脸 我本来甚至还想过要不要原谅她 让她来主持我们的婚礼的 那些怎么办 你打算一直都不认她 再说吧 天明 虽说现在你跟我们佳佳 已经取消了婚约 我生气归生气 但气过之后 我还是很感念你的 张总 您别这么说 照顾佳佳是我应该做的 天明 你在盛世集团 做得怎么样啊 盛世给了我一个 很好的发展平台 我知道 你现在在公司 那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啊 不过 我是说假设啊 假设 有一个机会 能让你做到 盛世集团的董事长 你有没有兴趣啊 什么意思 红旗机械厂那块地 即将公开拍卖 对 我知道 你对这块地的估价 是一亿八千万 我说得没错吧 真的没想到 那么重要的商业机密 张总你也知道 可是你知道 蒋大伟的心理底价是多少吗 是四个月 不可能了 我的竞价方案 已经得到董事会的通过 蒋总也认为那块地 最高只值一亿八千万 不瞒你说啊 我们公司对这块地的估价 和你一样 也是一亿八千万 可是在蒋大伟心中 哪怕花四个亿 他也要得到这块地 他之所以现在不动声色 只是为了防止有人 封抬地价 张总怎么就断定 蒋总会不顾商业规则 用远高于市场的价格 去买那块地呢 如果蒋总 对那块地 真的有什么需求的话 为什么我们内部 都不知道消息 张总竟然会知道呢 这种商业机密 他肯定不会告诉你的 但是他会告诉 他的产兵人 这你该相信了吧 您说的是安静 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 天明 我知道 你是个很有报复心的男人 我想你这一辈子 不会只愿意做个副总吧 是啊 天明 你不是一直都说蒋大伟 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吗 那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 把他推下台了 你还犹豫什么呀 您想怎么做 那剩余的两亿 我们永鑫 你 宋阳 还有安静 平均分配 一人五千万 一人五千万 你觉得怎么样 您是希望我公然违抗董事长的指令 我知道 这么做会让你压力很大 不过我相信 以你的聪明才智 一定会对付过去的 现在开始竞标 各位可以加价了 好 一亿一千万 一亿一千万 还有加价的吗 一亿两千万 一亿两千万 一次 一亿三千万 一亿三千万 一次 一亿三千万 两次 还有加价的吗 一亿四千万 六号买家 把价值报到了 一亿四千万 还有加价的吗 好 一亿五千万 一亿五千万 还有没有想加价的 一亿五千万 一次 好 一亿六千万 一亿六千万 有没有想加价的 一亿六千万一次 一亿六千万 两次 好 一亿七千万 一亿七千万 即将图克 两亿元新高 还有没有想加价的朋友 一亿七千万 一次 一亿七千万 两次 好 一亿八千万 一亿九千万 我申请暂停 同意 没想加价 一亿八千万 一亿五千万 一亿五千万 一亿八千万 一亿八千万 一亿七千万 一亿六千万 一亿四千万 二亿八千万 我申请暂停 同一分钟 蒋总 用信已经抢先叫到一亿八千万了 还跟不跟 跟 必须跟 不管花多少钱 就把那块地给我拿下来 明白 一亿九千万 一亿九千万 还有没有加加的 一亿九千万一次 一亿九千万两次 一亿九千万 两亿 两个亿 两亿 今天竞票的三号地 原红旗基业赏地块 现在标价两亿元 还有没有加加的 两亿元一次 两亿元两次 两亿元三次 今天的帝王归属 六号庸新地产 恭喜 刘先生 同一号 好好好 好 谢谢 谢谢 天明 你为什么擅自主张 放弃举牌 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蒋总 董事会通过的竞标方案 是一亿八千万 但永新抢先 叫到这个价的时候 我已经按照您现场的指令 把价加高了一千万 但我真的没想到 永新竟然会叫到两个亿 两亿又怎么样 我不是说不管花多少钱 都要把这块地给拿下吗 蒋总 永新不顾市值 把地价抬高到两个亿 这样做已经是完全不合理的 这个 蒋总 天明刚才在竞标报告里头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政府的规划要在这块地的周围建 一个机场 这样我们的楼层高度就输出了 极大的限制 开发价值 那就大大折扣了 地质专家也说了 这块地的地质构造复杂 建筑成本会远高于普通地况 综合这些因素 这块地的底价 超过一亿八千万 就已经不具备开发价值了 更别说永新已经把价格 抬到了两亿 是啊 天明主动地放弃 是明智的表情 这个地皮价格多出两三千万 对于我们甚至来说 这 这算什么 这算什么 我们再从其他方面 把它给消化回来不就成了 您所指的消化 无非就是把成本 转移到消费者的身上 但是国家对房地产的 宏观调控政策 很长时间都不会变的 增加成本会影响楼宇的销售量 这样做是违背市场规律的 什么市场规律 用不着你来跟我说 陈天明 你现在给我想办法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你一定要从永新手里 把这块土地给我卖回来 那蒋总 请您明确地告诉我 您愿意花多少钱把地买回来 不惜代价 佳总 你可一定要三次啊 董事长 能告诉大家 您这么做的理由吗 大家对于这块地皮的价格 这认知都是在一亿八千万 但是那只是在政府申报机场成功之后啊 那万一失败怎么办 那块土地它的价值就在四亿以上啊 你价格 做生意啊 冒险可以 但是肯定有赌徒的心理 对 我就是要赌 我讲到我要是没那年胆识的话 就不会有今天的盛事啊 陈天明 我现在以盛事董事长命令你 你就照我的方法去做 她们来 妈 妈 情况怎么样了 天明来电话了 说那边董事会已经开完了 蒋大伟要天明跟我们谈判 无论花多高的价格 都要把那块地笔给夺回去 太好了 看来安静提供的消息是准确的 一切进展顺利 是啊 只要是安静拿到 属于她的那五千万 那她就可以帮许墨轩实现心愿了 看来啊 在安静的心里 终究还是许墨轩最重要 妈 只怕宋阳也是这个心思 不就怕你跟宋阳结了婚之后 你会变得一厢情愿 佳佳 你爱天明 也爱了八年 她对你